叫做佛 那么这都是 只是心中的第八世相应的 这些烦恼不一样 所以我们成佛之后 只有跟21个善心所相应 我们凡夫跟51个心所相应 所以这个都是假明众生 然后去来作例 这是一个八世新心王 假明叫做众生 借着这个八世 我们就可以去来作卧 那么我们今天 其实认为有我 我们今天能走路 能吃饭 能穿衣 能睡觉 这个是因为有第八世的 这个借着过去的 我们的福报或者是业力 所以今天才会这样 如果这个福报业力没有了 那么我们想要吃饭 想要睡觉 想要走路 想要说话 都没办法 依照经论里面的 如果有我的话 我们应该想说话就说话 想起床走路就走路 想睡觉就睡觉 但是这些都没办法 实际上就是由第八世 总之起现行 如果没有这个福报 我们可能明天躺着就起不来了 那么想要说话就不能说话 那么这个序来作例 就是由第八世 非断非长 法尔辗转相续 休息灭罪除恶生善 入于正道 我们看141的说 假民众生去来作 我非断非当 这个当字是错字 非断非长 长就是很长的长 这个字应该是古板脱落 脱落所以现在人就把它画上去 所以你看这个字不太正常 就是用笔画上去的 非断非长 什么叫做非断非长 就是我们这个解生命运行说 阿陀纳是圣生系 一切种子如瀑流 这阿赖耶士的种子如瀑流 那个圆经说 陀纳为系氏 习气成瀑流 我们习气种子就叫做瀑流 那么瀑流 我们这个成为事论里面说 第八世 种子如瀑流 所以第八世叫做非断 非长 非断就不是断灭了 非长也不是很常见 所以非断非长气和中道 这是佛讲的中道 那么为什么叫做非断呢 因为阿赖耶士横转 横故非断 转故非长 什么叫做横呢 就是阿赖耶士无始结以来 横长相续不断 在我们的凡夫叫做阿赖耶士 当这个菩萨现见修变成一手世 最后佛变成阿摩罗世 无构世 那么无构世一直 从凡夫地一直相续到佛地 所以叫做横固非断 因为横啊 横就是永恒 所以第八世永恒都存在 到了佛地也有第八世 不是没有第八世 所以有人说 把第八世抓起来 一拳把它捣碎 然后第八世永远消失 就成佛 不是这个意思 是第八世的我执 我执法执去除 也就是成佛 那么到了成佛 还是有第八世 所以第八世叫做非断 那么所以横固非断 那么什么叫做非长呢 转固非长 转就是转变 我们说 第八世的这个习气 横转如暴流 转就是转变 转变所以叫做非长 有人说第八世既然很长 那第八世是不是我呢 那么因此 陈文思论说 第八世不是我 因为它一直在变 一直在转 就是生变 生变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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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 所以转固非长 这个当呢就把它改成长 因为它一直生变 它不是一直永恒的 第八世不是永恒不动的 它是一直不断的生变 我们每一个世呢 这个都有缘呢 所生嘛 对不对 掩饰九原生嘛 那么呢 饰围从八嘛 鼻舌生三七 后三五三四 后三五三四就是说 后面的 第六四要五原生 第七四三原生 第八四四原生 所以叫做后三五三四 所以第八四也是原生的 原生呢 它也是无常的 它也是生变的 所以说转固非长 所以非断非长 就是说 第八四呢 习气成瀑流 横转呢 如瀑流呢 所以因为横 所以说 第八四是非断 那么因为转呢 所以第八四是非长 虽然第八四一直相续 但是它会变 从凡夫帝叫做阿赖也是 那么呢 到了菩萨 叫做一首四 我直断境的时候 叫做一首四 那么到了法 直断境的时候 叫做无垢四 所以它一直在变的 所以叫做非断非长 那么主要就是说 我们是由第八四 法尔斩转相续 一百四十二页 法尔斩转 法尔就是本来如此 它本来就是这样 斩转呢 斩就是延斩 转呢 就是转动 一直延续 一直转动 也就是说 第八四是一直生灭 一直生灭 生灭 然后相续 我们慢慢的 由染而进 转染环境 修行灭罪 除二身上 入于正道 就是说 我们借着第八四 慢慢把第八四的染污 我们如果依照经论里面说 我们众生 主要就是有我执跟法执 对不对 那么我执 就是我们开始要先断分别的我执 再来断巨生的我执 再来断分别的法执 再来断巨生的法执 当我们断分别的我执的时候 就是见到 就是出国 当然如果我们能够断到巨生的我执 就是阿罗汉国 那么如果我们菩萨 能够断了分别的法执 就是出地的菩萨 如果能够断了巨生的法执 就是佛 那么慢慢慢慢的 辗转相续 修行灭罪 除二身上 也就是说我们经论说三大阿僧其解 三大阿僧其解 当然经论的说法不一样 第一大阿僧其解 如果有的经论是第一大阿僧其解 可以修到这个出地 第二大阿僧其解可以修到八地 第三大阿僧其解能够修到这个佛地 那么这样子慢慢慢慢的辗转相续 那么所有的这个指示 把第八式 由染污变清净 并没有一个谁在中修行 并没有一个我在行住坐卧 前面行住坐卧可以说 菩萨他修四种三昧 常行三昧 常坐三昧 非行非坐三昧 或者是随之意三昧 随行非坐 或者是半行半坐 那么这个行住坐卧 他在修行 那实际上并没有一个我在修 只是把第八式 由染污变清净 也就是说我们把第八式里面的 贪嗔痴慢疑 或者是把第八式里面的 不正见 深见 边见 见取见 邪见 然后这些嫉妒 分别 烦恼 慢慢慢慢的减少 现在到有一天 分别我直断 那么就像出国一样 聚生我直断 就像阿罗汉国一样 分别法直断 就像出地菩萨一样 聚生法直断 那么到最后转八式 就成四字相应新品 就第八式本来是无负无忌的 现在第八式最后变成纯善的 跟二十一个心所相应 二十一个心所相应 十一个善心所 十个五片形五别镜 然后加上十一个善心所 就有二十一个 本来第八式只有五片形相应而已 叫做无负无忌 到了第八式成佛的时候 就变成大元净智 相应新品 大元净智能够现无量的世界 能够度化无量的众生 能够现无量的身形 那么也就是说 把第八式由我执法执相应 到最后变成大元净智相应 那么实际上只是八式的转变 那么新呢 第六式第七式也是转变 第六式叫做庙观察智相应新品 第七式叫做平等性智相应新品 前五式叫做成所作智 所以传八式变成四字相应的新品 那么实际上当中也没有我 所以依照这里的解释 佛异大师意思说 并没有谁在修行 只是把心变清净而已 那个八式心变清净之后 我们的分别我执 聚生我执 分别法执 聚生法执 慢慢慢慢油染变净 渐渐灭罪 然后除二身上 最后进入正道 所以说修行灭罪除二身上入于正道 所以他这一句主要意思就是说 没有人在修行 金刚经说无我相无人相 那么来修一切善法 就像这里说 既然没有我谁在修 所以佛异大师说 只有第八式非断非常 恒常相续 最后有染污变清净 最后变成大元净智 然后平等性智 然后就能够成佛 然后就能够这个生口意 或者是变现无量的世界 无量的国土 无量的身形 来利益众生 那么实际上 那么实际上三界为心万法为事 而没有我 没有外道 或者是凡夫 认为那一个我 去支配我们的生活 支配我们的行为 在行驻坐卧 动转驱身 当中有一个我 所以经论里面说 没有我相 只有事相 所以观八式就是说 知道说 我们说观为心事观 就知道说 一切都是为心事所变现 并没有我 并没有我 只是心事变现 当然心事变现的这个 缘起变化 我们当然就观不出来 所以我们斩查商业报经说 一时境界二种观到 第一个观为心事观 要知道一切的境界 感受 行驻坐卧 知道都是心事所变现 所以为事而无我 为事而没有我 所以白法说 如是尊严的一切法无我 只有事而没有我 事是依他起性 我是骗记所执性 骗记所执性没有 那依他起性 就是如梦如幻 那么在依他起性 不止我 就正这个原臣死性 那么所以也就只有八式 而没有我 我们先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我们再次要订阅 就会有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署第二行 它说 唯有一种八世心心所知法去 假明众生去来作例 非断非长 法尔辗转相续 一直到现在内 修行灭罪除了身上 入于正道 也就是说 实际上没有我 而只有八世 所以像我们任前经不是讲 无法三自性 八世恶无我 无法就是向明分别 然后正自如辱 正自就是如辱自 如辱就是如如理 然后三自性 依他其性 便自己所知性 原成实性 然后八世恶无我 就有八种世 然后人无我跟法无我 那么实际上都是八世而已 并没有我 然后入于正道 就是说 只有八世 慢慢转染 乌为清静 由这个烦恼相应 就变成善法相应 然后入于正道 正于正人 正自之法 发起正行 这个我们看一下经文 一百三十九页 一百三十九页 倒数第四行 一百三十九页 倒数第四行 说 除十二生十善 入道 正人 正自正行 就是说 我们用八世 去除十二生十善 最后入道 就是见道 正人 正自正行 这个人 旁边写八人 忍耐着人 这个人就是人 那么我们后面要解释 他说 入道正人 正自正行 正人就是正人 我们翻回来 一百四十二页 第一行下面说 入于正道 正于正人 正人就是前面写的人 正自之法 发起正行 这个是讲 入于正道 就是见道 正于正人 正人 我们之前讲过 就是人 我们看五十四页 我们再翻到前面 有五十四页 看下面的 五十四页 前面刚刚讲正人 这个五十四页第三行 讲通教菩萨的时候 第一个甘慧地 第二个性地 这五十四页第三行说 三八人地 第三个叫做八人地 三第三个叫做八人地 要不要念三八人 这是讲三八人地 忍者忍也 忍就是忍 八人 下面说 体贱甲发针断祸 在无间三昧中 八人具足至少一分 名八人地 所以这个八人 就是八人的意思 所以忍就是忍 忍就是忍 八人八字 就是说 苦法忍 苦类忍 疾法忍 疾类忍 那么 道法忍 道类忍 灭法忍 灭类忍 那么这里是讲这个无间三昧 就是在讲定宗 所以 这个 如果我们依照八人八字 就是十六星来说的话 八人就是 以集会之定来断祸 所以叫做无间三昧 这里说无间三昧 就是无间之后 最后一定会 证得真理 所以八人 就是以这个 集会之定来断祸 断祸 断祸 那么八字 就是以智慧来证真理 所以八人在前面 八字在后面 八人先断祸 八字 在证真 证真理 所以八人是在指 这里说 体见甲 发真断祸 在无间三昧中 在无间三昧 我们在这个说 无间道里面 在这个无间三昧当中 断祸 叫做八人 那么正真理 叫做八字 那么他这个八人 就是少一个 我们再翻回来 142页 第一行下面说 入于正道 正于正人 正治之法 正人就是八人 正治就是八字 那么八人八字 是谁在修的呢 如果我们以藏教通教来说 我们要正出国之前 要修八人八字 八人八字 发起之后 就能够断这个贱祸 断贱祸 就是断这个生贱 我贱 借取贱 借取贱 斜贱 边贱等等 那么这个叫做八人八字 所以八人八字 如果得到之后 就是贱道 贱道 我们在讲这个阿弥陀经的时候 就是说 为不退 就是见到 不退成凡夫了 那么大还有行不退 念不退 还有念佛 我们念佛之后 往生其这世界也不退了 不退转于阿尼多勒三秒三菩提 所以这个正人正治 就是我们说 为不退正出国了 当然我们念佛也会不退 像有一个老菩萨很好玩 他有一个出家的儿子 不念佛 也不是修念佛法门 那个老菩萨就修念佛法门 他儿子就不是 虽然出家 但是也不是念佛法门 常常跟他妈妈说 你不要念佛 来我们这边上课 有一天他说 他儿子跟他讲 说 你们如果往生极乐世界以后 有一天突然想到家里的人 又会掉下来 又会掉下来 回到这个世界了 然后他就说 他儿子跟他讲的 我就说 不是那个 无量寿经跟观无量寿佛经 不是说 跟阿弥陀经 阿弥陀经说 只要往生就不退转吗 对不对 不会再退转成凡夫嘛 对不对 元正三不退啊 为不退 行不退 念不退 为不退 不会退成凡夫 行不退 就是菩萨行 不会退成恶圣人 对不对 念不退 念念不退菩提啊 那么所以往生就自然的不退啊 然后说 去极乐世界 会想到家里的 对不对 所以就像经典里面说 去极乐世界的人 人人类都犹如露镜比丘 犹如阿罗汉 犹如阿罗汉就是说 我们虽然有烦恼 是一个凡夫 去极乐世界 但是呢 去极乐世界 我们虽然有这个我执 我相 分别烦恼的种子 但是不会起现形 有种子不起现形 我们种子一定要有缘 才会起现形 就像你种子在土地里面 如果没有下雨的话 没有阳光的话 你用一块布给它盖着 用一个 就像人家种那个 种茶叶的 或者是种这个凤梨的 我看南投很多 他就用黑色的塑胶袋 给它盖着 就是不让它长草 盖住 就比较不会长 那么所以 如果种子没有太阳 没有水是不会生起的 那么就是说我们众生有烦恼 但是没有贪爱的因缘 因为极乐世界呢 眼见色法 耳听音声 都是念佛念法念声 杭树 罗网 那么流水 风铃月响 都是念佛念法念声 不会有让我们生起烦恼 生起贪爱的 这个缘 所以虽然有种子 但是不会起现形 所以犹如这个阿罗汉 阿罗汉是真的不会起现形的 他也没有贪爱的这些种子 那么可是呢 我们极乐世界不会啊 所以怎么可能说去极乐世界又回来呢 想到这个世界 而且就像我们经论里面说 像那个南陀比丘 他会觉得天上的人 比人间好太多了 对不对 天上升天的人 要回来这个欲见呢 就觉得很臭 人间啊地球很臭 他们都不愿意来 天人呢就觉得说 不会再去想他以前那个老婆 对不对 何况去极乐世界呢 对不对 所以就像我们说 一个人从粪坑掉下来 然后被人家救起来 然后洗澡洗洗 换衣服 然后熏香之后呢 有人会再去想说 我那时候掉在那里的粪坑吗 对不对 没有人会这样想吧 一个人如果从这个监狱里面被救出来 还有人想回去吗 所以去极乐世界的人 怎么会再去想这个五轴二世呢 怎么会再去想这个呢 怎么会再去想这个呢 所以这个都是众生啊 第一个当然在不相信啊 第二个他要借着这个来影响人家 所以就跟你讲说啊 你去虽然去啦 但是凡夫嘛对不对 你一定会在想家人啊 想这个妄想 你会掉下来了 不如不要去啦 主要就是这样子啦 所以要知道说 只要去极乐世界不可能再起那种妄想 因为不会再起那个现行啊 而且极乐世界境界那么舒适 而且又有阿弥陀佛 又有这个清净大海中菩萨在身边 我们怎么可能呢 而且阿弥陀的愿力也是这样子啊 如果往生极乐世界的人 决定不会再堕入三二道 不会再 在这个六道轮回啦 除非众生自己要去行菩萨道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众生不了解 当然这个有时候修的法门不一样 也是很麻烦啊 所以他常常就说 他儿子跟他说什么 他儿子跟他说什么 就是因为他儿子啊 他就不修念佛法门啊 那么我们这里说正与正人 正字就是八人八字 八人八字主要是讲苦极灭道 苦极灭道呢 我们观玉界呢 叫做苦伐人 观玉界都是苦叫做苦伐人 那么观色界无色界呢 叫做苦累人 为什么叫做苦累人呢 因为我们并没有去色界啊 我们也没有去无色界啊 那么我们在玉界 我们在观想 三界都是苦的 所以色界无色界应该相类 相似都是苦的 那么叫做苦累人 对于玉界色界无色界 都是苦的 这件事情能够人可于心 而去断烦恼 所以叫做苦伐人 苦累人 那么极灭道就是一样 相似了 所以就有八人 那么八字就是苦伐字 跟苦累字 就是玉界是苦的 我已经知道了 正德生理了 那么色界无色界也是苦的 叫做苦累字 苦伐字苦累字 那么极灭道也是一样 所以就有八人跟八字 然后发起正行 发起菩萨行 二十菩萨通达观字 常得献钱 就是前面讲的最上字 既不受六道有肉之果 亦附不退佛种姓 终而堕二圣之地 就是说他不会受六道 有肉的 生死的 痛苦的果报 也不会退佛的种姓 退就是退失 不会退失这个 上求佛道消化众生的 这种种姓 而堕二圣之地 他不会堕都二圣 堕二圣就是我们在经论里面 常说色力佛 那么过去行菩萨道 曾经退堕退心 遇到逆境 那么这个顶心的菩萨 他就不会了 生生入于佛家 夫妇离正信 生生世世都是入这个如来家 不会离正信 使亦可别对灌顶住者 以住顶三昧过 这个在十住呢 叫做灌顶住 前面是法王子 那么灌顶就是登基坐王 叫做灌顶 灌顶是登基坐王的一个仪式 叫做灌顶 就是说在印度来说 这个法王子 这个太子要登基的时候 叫灌顶的一种仪式 所以灌顶住就是做这个国王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菩萨他不是法王子了 他进一步能够如同佛一样 那么可别对灌顶住 以住顶三昧过 因为住在这个前面说最上至的这个 如顶关联 关联如顶 这个顶至 庚山截止 上时天光平广说 那么这个是卢生那佛说 前面说十发去 十发去心 从这个布施开始 就讲说 第一个就是舍心 第一个是舍心 戒心 布施持戒 十波罗密 那么截止就是说 上时天光平广说 以上所说的十发虚心 在十天光平里面 有广泛的说明 这个是卢圣纳佛说的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 范王经 我们前面有说过 范王经总共有120卷 120卷 有61品 那么我们只有翻译 一品而已 就是范王经从印度 佛说范王经之后 总共有120卷 61品 可是传来这个东土的时候 传到这个东土的时候 这个是纠默罗斯大师 那时候 来到这个东土的时候 只有翻译一品 叫做范王经菩萨心地品 只有翻这一品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一品是略说了 如果要广说 就是十天光平广说 十天光平就是 120卷 61品里面的一品 当然因为没有翻过 我们不知道在第几卷 第几品 也不知道 翻译一品 只有翻这一品而已 叫做菩萨心地品而已 然后 二 明十长仰 就是十长仰三 十长仰品有三种 前面讲十发区 十长仰 初总征 二别式 三截止 那么 初总征 就是先讲说 什么叫做十长仰 二别式 各个解释 三截止 截止就是总结 庚金初 色纳佛言 千佛地听 如先问 掌仰十心者 如色纳佛就说 千佛 千世家 注意听 前面你有问 什么叫做十发区 已经讲完 现在要讲十 掌仰心者 那么这个是 总征 后面说 若佛只长生 持心 就是开始说 十种心 那么十种心 后面会讲 看一百四十三页 第一行 四无量定 四色法会 最能增长佛道 养育众生 明时长养 四无量 就是慈悲喜舍 慈悲喜舍 叫做四无量心 然后加上定心 然后四色法 再加上会心 这样就有十个 四无量慈悲喜舍 加定就五个 然后四色法 不思爱与立行同事 再加上会 这样就有五种 所以总共有十种 有就是说 这十种最能增长佛道 养育众生 明时长养 所以长就是增长佛道 养就是养育众生 也就是说上求佛道 他的佛道能够增长 然后下化众生 真的能够养育伎众生 所以这个叫做十长养 所以他把这个长跟养分成两个 长就是增长佛道 养就是养育众生 所以菩萨要修这十种法 能够增长佛道 能够这个度化养育众生 下面说别者一心分对一心 原者畏畏俱修此心 如果依别教来说 每一个心是对一个 前面说十柱 再来是十行 每一个心对一个行 十个心就对十行 十发区就是对十柱 十张养是对十柱 十发区是对十柱 所以如果依别教来说 一个心是对一个行 后面会讲 如果是约缘价的 畏畏俱修此心 每一位都要修 直辈洗舌 不是在哪一个畏赐 乃至妙诀满足此心 妙诀就是佛才能够圆满 经就一变且约 从空入脚为解 经就一变 就是解释意义 示意方便 解释道理中意 所以我们且 也约从空入甲为解 因为第一个十发区叫做从甲入空观 这里十张养叫做从空入甲观 那么从空入甲就是说 前面菩萨他已经证得空了 前面说他已经见到 他已经没有我了 然后从空入甲 甲就是呢 从来渡化众生 是因为渡化众生 上求佛道 所以这个甲呢 我们说甲有两种 第一个是生死甲 第二个是建立甲 从甲入空是从生死甲 进入我空 然后从空入甲是从我空进入建立甲 是为了要度化众生的利益有情的 所以叫做从空入甲为减 就是方便说 方便说是从别教来说 别教实柱叫做从甲入空关 实行叫做从空入甲关 那么下面说 既恶地平等则中道至圆章以 既然空甲恶地 前面说从甲入空关 现在说从空入甲 那么这样真属恶地就平等了 空甲恶地平等则中道至圆章以 中道至圆章以 中道至圆满了章写 又四等非无关会 四等就是慈悲喜舍 叫四无量 四等要叫四无量 非无关会 前面把四无量定 叫做四无量心 把它说成这个定 可是又四等非无关会 十倍喜舍并不是没有关照的智慧 然后四色非无定力 四色虽然说它是会 但是也不能说它没有定力 四色就是布施爱与立行同事 也不能说它没有定力 经理定会分设一往余二 今天把定会分开来 说十倍喜舍数定 布施爱与立行同事数会 这是一往余二 一往就是一向 一向是说有的人是这样说 那么也可以一往也可以说 从某一个面向 某一个面向也可以这样说 所以一往应该说有两个意思 一往就是过去 过去一向人家都是这么说的 有人这么说 当然不是它全面的意思 那么一往也可以另外说 从某一个面向来说 也可以这么说 说慈悲喜舍是属定 那么四色法是属会 那么这是从某一个面向可以这么说 是圆满说的话 十倍喜舍也是有会 那么四色法也是有定的 再来说更二别事 十个出慈心 至第十慧心 心经出 第一个想慈心 说若佛子常生慈心 佛子就是菩萨 如果是十张仰心 第一个心叫做慈心 这个菩萨他常生慈心 慈心就是娱乐 我们说娱乐叫做慈 慈就是娱乐 给众生快乐 生乐因已于无我至终 乐相应观入法 受享行事色等大法中 无生无助无灭 如幻如化 如如无恶故 一切修行成法轮化 阿比